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们以后应该不会再见了 眼药水配设计运动员怎么样 很搭吧 不好意思啊 不感兴趣了 好歹考虑考虑吧 我可是很少巴结人的 我这样的势力 怎么会用得到你的眼药水 你什么样的势力 眼药水广告 他没办法接眼药水广告 他的势力只有零点一 你有什么 零点零一 他可是设计运动员 设计运动员需要好的势力 本来就是一个天大的物 零点一 编也得编个像样 你对我很感兴趣 连我零点一的势力都翻出来了 不是 我就是想帮你解释一下 而且你的眼睛 要不要我把我主治医生的联系方式也给你 所以你是做了势力恢复手术 你们瑞直播都这么采访的吗 我的势力还需要跟你们上班 没有没有 我是想来继续采访你的 势力问题就是一个小插曲 两分钟 还不开始 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直播间 谢谢 你好 沈青岩选手 首先恭喜你获得冠军 谢谢 听说你在设计领域获得过不少奖项 那么 你进入海洋队之前 过得怎么样呢 上课 练习 比赛 拿脚 每天都很忙 别的 别的 没什么 你可以具体地讲一讲吗 比如说什么重要的人或事 没什么重要不重要的 你确定吗 你再想想 这没有 别浪费时间 沈青岩 如果让你对以前的自己说一句总结的话 你会说什么 我问你啊 砌手枪比赛 靶子在赛场哪个位置 前方十米处 那我为什么要回头 我明白了 时间到了 你问得也够多了 小心 别怕 有我呢 我 我 再来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